我现在去往亚东县的路上 这里距离亚东县还有100公里 这里风还是有点大 眼前的这个就叫多青错 所以不是特别蓝 远处有雪山 这边完全是两个地貌 看这个多青错旁边 草是有点绿的 在旁边山上面 不能再往前走了 这是一个沼泽地 这脚底下一踩 水就出来了 好大的风啊 这一段路我就沿着多青错走 再走100公里就到亚东县了 我请过往前走是有一个驱美 卡的硬衣 进去看看 这里好大的风啊 这里记录了1902年到1903年 英国探险家 荣赫鹏以探险家的身份 带领探险队伍 进入到中印边界 他们在1903年的7月份 率领英军大规模的入侵西藏 当时的1400余名 藏区的军民 奉起反击 抵律卫迪的故事 这不可能是不可能是有一个判案 这是对这种判案 然后放上一个洞 在冰川上 让我把刀判架 在冰川上 一大目的司令 这里是国防教育基地 每一个来到这里的国人都不应该忘记那段历史 现在距离亚东县还有36公里 这边海拔是4100多 职位也绿了起来 这条路是修在这个峡谷中的 一路的下坡 亚东县的海拔低 这会儿呢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海拔低了 植被也绿起来了 这里空气好新鲜啊 天气变阴了 山上的植被很绿啊 还要接着下坡 很多人说在亚东县城比较难找这个营地的 因为这个县城在山谷里面很狭小 它这个街道都很窄 路边的是不允许停车的 我在这个县城里面转了一个小时才找到一个停车位 停车位特别难找 它这个地方没有营地 我就在这儿停了 亚东县气候暖和 现在海拔是2900多 不到3000 因为在山里面修建的 所以说这个街道是很窄 这个县城修建的不错 好长时间没有到海拔3000以下的地方了 这条街道叫城中路 这里应该是县城里面很豪华的一个酒店了 亚东南亚酒店 街道非常的干净 这有一条步行街 很多四川人啊 外地人在这做生意啊 街道很干净 应有尽有卤菜了 各种小吃了 羊肉米线了 河南老馒头 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我们就姑且叫它叫亚东河吧 我在地图上找了这个亚东县城里面的这条河 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但是看它的流向 是流到那个下亚东乡 之后就出国了 这条河里面的水 流到印度去了 看看 太好了这里 青山绿水 这边有魏桑炉 白塔 和这个金帆柱 这个县城就是在山谷里面修建的 房子就修建在树林子底下 那是一整片的树林子 我这会儿沿着这条路一直过来 再往那边走 就到了夏亚东乡 我计划明天去夏亚东乡 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 我们明天再见